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 来澳十年以上吧 就是十年左右 或者是十年到十五年之间的华人 从国内移民过来的 在日边的话呢 的生活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收入啊 学习,就是孩子的学习啊 或者是家庭状况啊 怎么样子啊 因为我周围这些个朋友的话呢 基本上大家都是从国内到这边的话 十年左右的 或者十年多一些的 我们不是按照那个政府的那个 就是收入来算 比如说政府的那个收入来算的话 它是按税前收入的 澳洲的税是很重的 如果你年收入超过十一二万吧 然后你的税大概就是百分之四十几了 将近一半了 所以的话呢 他就像有些个医生啊 收入呢 在政府的那个收入的报表上 收入是特别高的 其实拿到手的话呢 也就是十楼万多块钱吧 而有些个人的话呢 虽然收入呢 看着很低 一年的话呢 政府的那个上面只有两三万三四万 但是呢 其实到手的话呢 它是家庭收入还是蛮高的 这个的话呢 就涉及到了我们这边的华人群体吧 其实不止华人了 好多好多的 像Arabic啊 或者是什么 什么各种种族的都有吧 因为有时候觉得澳洲的这种税收政策的话呢 不是很好 有点太欺压那种白领了 其实在上边人 那上层的那些个人的话呢 大公司的老板呢 他可以是怎么样 通过设立一些基金啊 或者是设立一些个某些个方面啊 他可以合理的避税 在这边收入低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你就是开锁的呀 或者是开饭店的呀 做小生意的呀 还有一些个像做plumber 就是做水喉的呀 你上别人家去了 你也不可能说的 你到那边的话 你就是报税 所以他是自己报税 他的话呢 相对来说呢 报的收入就低一些 上的税没那么高 鉴于这种情况的话呢 我就说 大概我周围接触的这些人吧 家庭的年收入 这个家庭的话呢 有一家四口的 就是两个孩子 也有五口的 六口的 或者是三口的 不一样 平均下来就是两三个孩子 这样的家庭吧 年收入在 就是我说这个总收入 包括孩子的牛奶金 再包括他自己 就是打点零工啦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报税少一些啦 其实澳洲政府也明白的 只是说呢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因为如果要是把这些人 收入要是全都弄上去的话 那就是很多人就睡大街了 大概是九万十万左右吧 大概是这个样子 最开始刚过来的 头五年以下的话呢 就是相对来说 就是收入低一些 过了五年以上到十年左右的话呢 大概家庭收入差不多吧 这些或者是多一些的 各种各样的收入都有了 我们说说家庭总的收入 有的是还有 还有的就是 比如说出租房子 有的人就是买了 好几套房 然后去出租 出租的话呢 这几年房价上涨的很快的 这个是也算在 他的这种收入里边吧 这个就是 他们一般都是怎么样 来分配这个收入的话呢 比如说家庭年收入 九万十万左右的 孩子的教育 跑去一部分 比如说这边的孩子 也要上培训班 如果不上培训班的话呢 就会上比较差一点的学校 这边华人家长就特别害怕 说的哎呀 被欺负了 或者学坏了 怎么怎么样子的 要上好一点的学校 上报各种培训班 还有呢 要学一些个美术了 学钢琴了 或者是学跆拳道了 各种各样的 然后这样的话呢 就占去了家庭收入的百分 不能叫什么吧 能一到两万左右吧 然后 讨厌我姑娘 然后等到那个 这是一部分 还有的话呢 有的就是选择上私校 有的选择上宫校 订阅 不一定的 就是 伊兰 你给我出去好吗 妈妈不喜欢你这个样子 我姑娘 然后再等到那个 上到 这是给孩子的一部分 然后呢 还房贷 这一部分人的话呢 基本上都有房贷了 就是都有自己的房子 但是呢 都没有还完房贷 即使是有的 那个四五套的那种 像我有个朋友 他有四五套的房子 但是呢 他基本上是 租出去之后的话呢 就是还利息 也没有多还多少的本金 所以呢 大家都处在还房贷的状态 没有还完的 就是房贷 再加上日常的这种消费呀 或者是 就是吃喝拉下睡吧 这些个东西 一年下来的话 对 这边的水费特别贵 Strada费 就是像国内的物业费特别贵 还有Council费 就是交给Council的 就是收拉西的啦 还有电费啦 煤气费啦 这种费用的话 一年下来的话 大概是六七 七八千吧 平均下来 你如果你要是买那种 好一点的apartment 这个就更高了 将近一万块钱左右 这是去掉一部分收入了 就是七八千 然后呢 房贷再加上生活费用的话 是 我看一下 五六万吧 五万左右 这就已经将近六万了 因为生活还有急用嘛 乱七八糟的回国一趟 或者是出去旅游啊 然后给孩子各种学习班的费用 是一两万 每个家庭不一样吧 一两万左右 其实到最后的时候 也没剩下多少钱了 就是将了将的生活 和国内的那种 普通的中产是一样的 也是活得比较艰难 没那么轻松 也不要想在这边生活多好 只是说呢 这边呢 因为总体上的话呢 物价上比国内要便宜一些 生活质量的话 就和国内 一二线城市吧 那种中产吧 差不多吧 就是这样的生活水平 今天就聊到这吧 然后等我想到了 再说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